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认真真在做事的人 认认真真在做事的品牌 它就是会越来越好 但有一些车距离是谁 你很明显你就看 反正它不是在骗补 它就是在骗资本 总之是当时吵了一个资本的话题的风口浪尖 对吧 我这么说能理解吗 咱俩说现在我坐在这台理想里边 你说这台L9 在以前我试完爱三的增程和沃兰达的增程 我就觉得增程这个东西 因为那两台车在当时确实它代表了增程 太烂了 而现在理想做的怎么样 它是不是把增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它是不是把混动这件事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就是在比如说内车机介入的没有违和感的程度上 这你承认吧 它确实在做事 未来整个充电换电体系 它确实在做事 没问题 服务驾驶 然后小鹏现在卫消理 之前小鹏我还觉得稍微可能有点跟不上探 但是G6这一来G9的服务驾驶为室 相当厉害 没瑕疵 咱们一直在内卷 就是卷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当咱们放眼全球市场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把很大一部分产品我们就开始要向外输出了 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一些信息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正确 你像欧美 整个欧洲大陆 北美地区 还有像中国 这都是主要的汽车消费市场 而这几个地儿其实原油它依赖进口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其实是想摆脱这种化石能源的一个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有战略意义的 当然咱得扯远了 咱再说回中国对于电动车的事 的确在一开始 你无论是资本的口碑封头 封口浪尖 还是说政策的封头 口碑 浪尖 都把它推得很高 这里面有正经做事的人 也有想抄一笔就颠的人 所以现在咱们看到的结果就是在这么卷的一个环境下 中国的品牌做的比国外的那些品牌 尤其是传统品牌 其实做的是真心不错 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外边的车都想进来 为什么 你现在哪个汽车品牌 你不做中国市场 你很想活 不可能 想那别想 我跟你说疫情一结束 我去欧洲马路边走 其实我挺感慨的 感觉看路边的那车真的国六币拯救了全球的汽车品牌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在被疯狂的迭代 那边我们现在零几年的车还开着美着呢 是 你从这种情怀的角度来说 有一些老车它给你一些自由是OK的 但是你得承认那种方式 新车的发展它会慢一点 也就是说他们造出来的新车要面对去跟二手车PK 那你这就很尴尬了 很被动了 你再看看全球豪华车的销量 你比如说奔驰的S 给我举个例子 60%出头吧 全球的产量全卖中国了 那说明什么 因为我们市场真的够大 我们消费能力真的够强 你现在哪个品牌要对中国不重视 那基本上你就倒是量了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吧 电动车也是同理 但电动车现在咱们的电动车发力发到什么程度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已经开始让很多用户认为买一台传统品牌的电车 好像是买了个大牌车 而买一个新势力品牌好像是买对了 是一个主流 这你也承认吧 对 就是这样 再加上咱们的这些自主品牌魏晓李 还有包括像广汽上汽出的这种子品牌的电动车 它的确它本土化 形成质感 价比确实非常高 你像以前这种非常等级森严的配置的那些年代 你像座椅通风加热 就现在我坐在这台理想的L9的第二排这座椅现在就通着疯了 是 以前都不敢想 以前都不敢想 以前三四十万的车你敢想通风不计原价帮满家热想什么 那朋友 确实是 是不是这道理 我觉得时代已经变了 变不变了 有没有特斯拉的 肯定有 特斯拉是加快了全球电动化的迭代 搞得很多传统品牌 其实它还是慢慢的去释放它在燃油时代的技术储备 因为一般这种东西它研发还有技术储备的释放 它是有一个周期的 而特斯拉干了什么 就是加快了这个速度 直接一脚也踹进了电动电台 是吧 没毛病吧 它的销量 它的技术 而且它把辅助驾驶也在当年提到了一新的高度 只不过现在它不做激光雷达 但是它要做4D毫米波雷达 但其实逻辑也是一样 都是立体点燃云 能知道物体的高度的那么一个逻辑 所以看吧 等它的HW4.0的硬件出来 实际开一下效果如何 因为现在我也看了 它在国外是有已经完全脱轴辅助驾驶 开了 他们都把电都开没了 自己还去充了个电 那就看什么时候这套技术能来国内 现在国产这头有百万级的 像阳望 仰望现在怎么说呢 你说到贵驾国产车这事 其实一直都在突破这个东西 之前往30万干的时候 消费者一顿骂 结果你看现在30万买个国产电动车 合理 合理 因为真的很好 50万 当时觉得割韭菜人傻钱多 恨不得我买个ES80都觉得我是傻瓜 然而呢 我自己身体很诚实吧 特斯拉Model X还有包括之前的Model S那都是100多万的车 看上去花的钱好像是消费奖劫 但你所得到的享受和服务其实是升级的对吗 那么现在其实你看四五十万的国产电动车也被接纳了吧 OK那现在比亚迪仰望挑战一个更高的价格区间 那我之前说过一句话 如果一个国产品牌的产品 它的车想卖到100万 我跟你说 他就得努力奔着200万的质感去做 为什么 因为他能往里去加持着品牌的溢价能力 并不高 他就得实实在在的拿产品去说这事 而且大概率 其实他产品OK了都不行 为什么他还得慢慢的去拿这个产品去堆砌这个品牌的一个认知 就是他大概率我才仰望整个这个品牌在前期一定是赔钱的 一定是铺路的 证明自己行 然后慢慢建立了口碑 建立了信任 然后慢慢对这个品牌大家的认知就起飞了 是这么个东西 而且你别忘了 鄙视链这个东西 还有自卑感这个东西 其实在国内是特别强的 就包括你看我出国的时候 我那点破烂散中英语 你看我说成那个样有人笑话我吗 没有 对吧 笑话我的英语烂的只有中文 英语就是个工具 对 汽车也一样 现在咱们一直在做出海的事 只不过现在咱们这个在信息的这个畅通程度上没有那么那么的畅通 所以其实国内很多这个用户是不知道的 然后很多国内的用户 其实是有一种对于自主品牌 中国品牌的一个自卑感的 他瞧不上 但这些咱们国产的这些非常出色的电动车品牌的产品 在出海之后 我说老牌看完都惊了 这么便宜吗 这么好用吗 这么好开吗 都是这种感觉 都是这种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